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潘岸紳士綠檔 那剛剛進來的時候就有朋友說 很可惜啦 上次投給我 捐錢給我 結果 我居然在這邊反對啦 那我想 剛剛影片的簡報 剛剛影片有一句話 我覺得很得了你說 這環惡不環惡 是怎麼大家今天比較環惡 我覺得很可惜 我們這個小車子 我還是要澄清一下 這個不是澄清 還是釐清啦 這個第15個問題有一個答案是 裡面寫到說 我有跟 慈濟這邊做過溝通 雖然有不同意見等等 那我就把 2011年 我跟慈濟溝通 我提了意見 那現在慈濟做到怎麼樣 大家可以去檢視 那我當時提了意見 跟上一次說明會 半個月前說明會 提的一樣 就是說我們要辦這些說明會 民意溝通很重要 但程序也很重要 怎麼樣的程序能夠做到有效的溝通 那即使不同立場 大家都能夠把不必要的衝突 不要再去衝突了 那真正的焦點能夠聚焦起來 所以我當時提三個原則就是透明對等對焦 那就透明這一點 我希望 我們慈濟這邊不要比遠熊還差 因為我們過去這幾年 我的最大的對抗的對象就是遠熊 台數以外就是遠熊 那遠熊他在 大巨蛋的時候 他做的事情 做的透明的事情 雖然我們不滿意 但是他做的事情 目前慈濟還沒有做到 我希望慈濟能夠 比遠熊超越過去 第一個是都市計劃案的內容 可不可以公開給大家看 你送了什麼給都市計劃委員 不然的話我們很難討論下去 第二個 簡報檔 我看這個簡報檔非常的漂亮 非常精彩 那個影片一定花了很多錢做 是不是 上網讓大家去看 我們也可以幫你宣傳 不然的話很多誤解嘛 對不對 好 那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臉書上 就是有人 他可能跟 他可能比較神通啦 那我比較沒有神通 所以他能夠拿到 一些很漂亮的 簡報的 圖案 不是我用相機拍下來的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有比較 清晰的圖案 我能夠幫 大家來做宣傳 以後不要有太多的誤解 那最後一個是 在透明裡面的最後一個是會議紀錄 那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我也覺得說當然 兩個禮拜時間很趕 那是不是 能夠儘快的能夠點上網公開 那我想能夠資訊的透明就是 我們對等溝通的 第一步 那之後的話 我希望說 我建議啦 就是這個會 能不能開到外面去 因為在慈禧這邊 就是慈禧自己辦 那我想說 在外面的話感覺 是一個 比較客觀的場所 那我想大家也不會 聞到旁邊有 那個味道 就會一直肚子餓 好 那我想這個 對焦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 在 這個 等一下 我想 我想說 可不可以我講完 就馬上有一些回應 因為剛剛前面也很多問題 那慢慢的就可以把 焦點 聚集起來 就不會再一直的 發散出去 那 這個是 我想在 程序這邊 我的想法 那第二點是關於合法性 就是 我們看到這個回應是說 是要做善的經濟 那反平 上次有一些回應 那我覺得 都能夠 那現在 政治的誤打 都能夠 不要以法律的最低標準 來做道德標準 那我相信 實際的道德標準 絕對可以超越這些政客 所以 我們希望 是不是 把法律的問題 理的更清楚一點 那 包括反平 為什麼不做反平 那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基地 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平地 不是百分之百 都是平地 所以依照反平法 就要做反平 那這一點 我也希望 這邊能夠 未來 能夠理得更清楚 那最後 我不好意思 三四秒 我覺得 這個保護區的變更 其實沒有必要 因為保護區要做的事情 現在都可以做 唯一的差別 就是樓地板面積 那 如果是樓地板面積的話 那我們跟其他的開發業者 有何不一樣 謝謝 謝謝 因為有一位先生也舉很久了 所以我們還是先讓他說話好了 那再